在职场当中,考验的不光是个人能力,还有为人处事说话方面的技巧,会说话能办事的员工很受上司的欢迎,哪怕是平时的业绩稍微差一点。 只要执行能力强事情办得足够漂亮,也能得到上司的青睐,所以现在的面试官,为了符合公司的发展,都会全方位的为公司招到这方面的人才,在面试求职者的时候,也会想着尽一切办法,考验求职者的现场反应,以及解决问题的各个方面的能力。 各位求职者在面试的过程中,应对面试官所提出的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,要保持大脑的冷静,不要紧张。 曹硕是我上学时的同学,小伙子高大帅气,迷倒了不少学位,他不光外表出色,学业也是顺利异常,年年奖学金,这让他在求职过程中加分不少。 当他真正来到面试现场的时候,一切像他预想的一样顺利,只不过面试官最后抛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,稍微打乱了他的节奏,你认为我身上什么地方最大? 第一位面试者是一个漂亮的女生,明显有点慌张地说道,我想您是误会了,我要面试的是正经职员,您除了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,不好意思,我想我不适合这份工作。 说完,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面试间,第二位面试者是一个有点帅气的男生,他站起来回答,我认为您身上最大的地方应该是大脑,大脑有很多很多的功能,包括记忆,情绪,语言等等。 所以,您身上,大脑应该是最大的,曹硕面对这样的问题,丝毫不显得慌张,不仅不慢地说,眼睛,女面试官有点疑惑,用追问的眼神看着他,他接着说,眼睛是最大的,一闭眼,您什么都看不到了,一睁眼,您可以看到您想看的,所以眼睛是最大的。 面试官听了之后,满意地点头,在场的面试者倒是都蒙住了,他们怎么没有想到有这个回答,最后大家也祝贺他,面试官当场录取了他,他最后也没有想到,最后是自己被录取的。 其实这种题目就是在窥探我们的真实想法,从而看到我们潜在的性格与心境,我们面对困难的态度很重要,对比一下这三个回答,谁的想法最具有正能量,最乐观便一目了然,其实企业最需要的也是这种散发正能量磁场的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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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